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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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当初不是这个形式实话实说 现在有的同志来招生 我估计很多都是有目的性的 想挣钱 想出名 也有一部分不能说没有 当时我们就很单纯 因为我是饭馆的服务员 人都说让我跟我师父学 我当时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 我很想知道你最早对相声这种取义形式产生印象 或者说知道有什么一个形式是在什么时候 我能实话实说 您是知道的 04年我认识我师父那会儿 您也见过我 认识我师父之前 相声对我来说只是两个字 只是两个字 我都不知道相声跟小品是有什么区别 我就知道冯拱 马记 何宝林 马三里他们是说相声的 但是我不知道概念是什么 报材名我都没听过 因为我们老家河南电视也少 然后听到这些东西也少 我就知道灌口 灌口是什么呢咱也不知道 后来就恶补 从04年到07年三年时间恶补 没办法选择了这行 一点点学会 现在学着咱说实话 又老是说这个对 有报的到这我就能上场 我能演出我就能火了 你要是报这个目的来 我劝你就别来 因为不可能的事情 对 根本就不可能 因为老师在说不好的地方 后续老师收徒弟 最起码就考验你一年的还得 你上不了场 就是后台做卫生 伺候失误 你这一年都坚持不下来 你就干不了这 你憋着到这上台就火 不可能的事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富二代 不要学这个 他出不来 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一万他出不来 因为他没有压力 没有精神上的压力 干这个也好 是唱戏也好 是学电影 学电视剧都好 最好是穷人家的孩子 他有 他有一个认劲 如果必须要成功 我没有退路 这就好办了 还有现在的这些个学员们 电脑MP3MP4 录音笔 什么都有 过去没有 老先生什么都没有 录音笔 复读机 连这个都没有 口口相传 你一句 我一句 怎么喂给你 时间长了 他就能记住了 现在全靠这些个高科技 灌输不到自己脑子里 奉劝学员们就是 不要利用高科技来学习 没有用 真的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纵观岳云鹏 这些年来的成长变化 无论是民族功 还是保利剧院 每一个舞台上 都见证了他的默默付出 对于每一次的演出机会 这对好搭档都倍感珍惜 西洋汤山专场 实话说的话 新来的马头 我们得拜 什么说话 十月二十四号 对方汤山体育馆 有一个专场 不知道他不会有什么感想 是怎么演出啊 还是有什么新节目啊 我们问他 看他有什么感想 看他什么话要说 三个新作品 我不知道在天津会演哪个 也不知道在汤山会演哪个 当然哪个先成熟 我们就会先演哪个 像爱情健身到底是 也是我很早以前 就脑子里有这么一个想法 现在的爱情观 他的爱情观 跟我的爱情观不一样 宋丹丹说过一句话特别好 大街上小商小贩的人 他也有撕心裂肺的爱情 不要小看每一个人的爱情 我就觉得通过爱情 这个故事 这个观点 能够阐述很多很多 我们想要阐述的东西 应该没有 因为我那个爱情特别美好 不想去诋毁他 平时家里谁说了算 我 真敢这么说 真的 但是从来没通过 财权 钱账也你管 买什么东西 添置什么大小件 也都你说了算 共同 又改共同了 不是你 这口松的怎么这么快 共同 我懂东东的 中场嘉宾呢 梁文华 张主仪这都不会来 别说好 中场嘉宾就是我们后台的这几个演员 我师父的儿子郭契林 我师哥赵云霞 我师弟刘和春 孟和唐 就多一四少那个 都会出现在那个舞台上 他们会拿出他们打磨好的作品 奉献给田津或者唐山的观众 您放心一定会很好看的 用啊 因为我还想接受大秦 因为他就熟了嘛 换我身上盖刀 这还得背套词 他情长容容 主要是这个作品跳得不好 回到家我师父就生气了 他还怕爸爸 当时一喊爸爸调着就说 知道吧 打折了这些 行吧行吧 还有天啊 这都没法播着呢 是直播是吧 是 赶紧说 真的 反正那天我师父是真生气了 主要是对他这个挑的作品 挑的不好 这回应该不会道歉 他上回是那个作品呢 没有选好 其实那个作品不错 而且他说的也没问题 就是包袱少 并不是每一个作品都是 神蹦地裂 生活还叫 不是 他那个挑的作品没挑好 是一个时间场合问题 对了 我师父回去说他一顿 他也道歉了 这回应该会换一个比较好的作品 过去的人不错 应该会把那个作品打折好再演一点 哈哈哈哈 杰老师 您好 您出国吗 出国 都去过哪 唐山 您想说唐山是国外吗 去过哪 去过比如说阿拉利亚 去过一次 去过加拿大 去过一次 别的国家可能我也不知道了 你也没去过别的事了 我们去过澳大利亚 去过加拿大 这次呢我们要去美国演出了 美国 我们很开心 这次呢要去四个城市 什么东哥 什么什么什么 纽约 华盛顿啊 什么华盛顿啊 博士顿 博士顿 这四个城市 我不想去很多城市 其实就是不想回来 哈哈 就下手啊 还会继续到国外演出 国外我们会继续的破坏 要不是继续的演出 其实啊在国外演出 不用担心他落不落 他肯定会落 这是我们五十分的把握 国外的观众 他在一个异乡生活 需要有他的释放压 这个地方 并且就是听见香音 会非常的高兴 他憋了很长时间 对对对 我们在多伦多演出 我说了几句河南话 就是我 郁语 就是河南话 对 郁语 河南话 哎呦 观众疯了 就觉得 特别的亲切 即使他不是河南人 他听着这种香音 他会觉得特别亲切 英语他不可能有河南音嘛 对吧 他不可能有这种东西 我跟我师傅 余大爷还有他 我们几个在唐人街 广街 别的街我们都不认识 都不知道 他也坑过店 不必的 对 卖什么的都有 在新华书店门口 我记得很清楚 新华书店门口 过了几个粉丝 一看 是我师傅 还有余老师 哭了 哭得很伤心 哎呀 就说余老师 我们来这儿已经很多年了 那个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 我们只想 那个 那天演出啊 我们能去 其实票买不到了 嗯 我们 去不去 无所谓 在这儿能看见您 就我们已经非常高兴了 能不能陪我们照个相 其实 像这种 这种情况 大街上 他们一般就不会接受这个邀请 因为接受于私人时间 对 大街上照相 因为挺尴尬的 你跟他照相 旁边很多人 你照是不照 对吧 我师傅跟他们都 都没有 我说拒绝 只要是照相 都没有拒绝 对 挺好的 那天特别特别感动 大街上随便过来一个中国人 就那种高兴 只是感动了 就是你感动了 只是感动了 只是感动了 就是你感动了 axe 有 好声音 柳云祥 还有张宇雷堂四个人 要比出怎样一个成绩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一阵忙 记忆也不醉不缓 好可以休息了 大家好 我是德云社青年相声演员 我叫张可伦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我叫宁云祥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我叫张云雷 大家好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我叫孟和唐 但是我跟音乐歌呢 非常熟吧 平常我们最接触最频繁的就是打球 跟音乐运朋友 我们总一块打台球 但是说实话 打台球的时候难免乐歌有些羞涩 真的 我们两个打球的时候 如果我们两个打 他会发挥的特别好 但是旁边千万不要有粉丝 一旦有粉丝出现 你看 越多表情 就很纠结 我的姿势会不会影响我的粉丝当中的地位 肝该怎么拿 他就会 他就会 就是 就是那个减弱一下自己的水平 我害羞 我害羞 我打台球没卖票吧 对不对 只要卖票打得好了 是不是 我说吓人我卖票了 我打台球旁边有一个过来 有了 我想跟您照相 你不照不合适 你照的是在那个环境下 包括有时候 他打台球朋友观众站在这 你打得很难 我打得很难 对 我就 就心里有压力了 对 明白了 就就是那样 包括有人打台球背后 你跟人家这儿喊的 你是打得很难 你都会打得很难 你是见识不见 这个还行 你不信吧自主 你不信吧 你又跨着看什么表情 你 这也没办法 包括私人时间 还是尽量的就是 不要有这些事情发生 听他自己做点分时间 你乐歌边看在舞台上 非常的大方 非常的开放 但是实际私下收获了 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人 咱俩只能唱那种 特别磁性的歌曲 他那种像那种男人的歌 缺微的没有那种味道吧 像邓李冰的呀 长得比较细 就跟那外表不一样 外表比较粗暴 但是阴阳和体的歌 我们那个微信 有一个 有一个得云好声音 就这帮人经常在一起唱 全都是我们这些个演员的 对 全都是我们这些个演员 谁想起一句就唱一句 谁想起一句就唱一句 那天我给我唱了一个 唱了一个 《一封家书》 亲爱的朋友们 本期德云新闻节目 就发送到这儿 再见 改给你们收看 是 说你怎么会唱的 了 谢谢大家